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本月下旬就任 他在竞选期间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理念下 反对TPP惩罚将就业机会外移的美国企业 以及对不公平贸易夺取美国就业机会的国家提高关税等措施 令各界普遍对未来的国际情势抱持高度的不确定性 在台湾 立法院举行特朗普上台台美中关系的便与不便公听会 经济部国贸局副局长徐大卫不会言指出 我们认为川普的政策可能会引发贸易的严重冲突 甚至贸易战 那么对于亚洲供应链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连弹也会影响三角贸易中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出口 特朗普日前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曾说 除非能就包括贸易在内的其他事项与中国达成协议 否则不知道为何要接受一个中国政策的束缚 前驻美代表黄伟峰表示 要特别指出来美国的川普 他是拿美国的一中政策作为谈判的标的物 不是中国的一中原则 那么一中原则在美国的观点来看 他从来没有承认过 他只有认识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一中政策如果作为谈判的标的物 那对台湾的国家利益当然会有影响 这点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特别的小心 研究中国大陆的专家徐思俭说 美国二三十年来对中国研究一直有一个重点假设 就是认为维交可以把大陆带进国际 并逐渐的同化与改变它 但这个假设最近几年宣告失败 中研院副研究员徐思俭说 一个很清楚的气氛就是这个美国跟中国不再像从前那样 不能再纵容中国利用世界或西方对中国的善意 对中国的容忍让它崛起以后又来侵蚀西方的价值 徐思俭表示 美国对于这件事不仅已经无法容忍 而且不能够像原来的美国政府那样 没有具体的作为去对待 这就是特朗普的态度 因此徐思俭大胆预言 未来美中必定会趋向对抗之路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